美国正在把通货膨胀输往全球 这一点我们务必要看到 据报道 英国9月CPI同比上涨3.1% 接近9年来的最快增速 英国央行官员预计涨幅本季度将超过4% 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加快至5%以上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 德国批发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3.2% 创下自1974年6月第一次使用危机后的最高水平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 欧元区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3.4% 创2008年9月以来最高 美国9月通胀率已维持在5.4%的高位 加拿大2021年CPI年率预计为4.3% 为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巴西消费者价格指数 自今年以来增长7.02% 较去年同期增长10.05%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通胀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新冠疫情破坏了供应链 破坏了生产力 这使得全球的工业生产遭到重大打击 商品价格必然上涨 譬如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基础岗位 已经找不到足够的人工作了 这直接导致了基础商品价格的上升 包括原材料、中间产品和中端消费品的价格 都有因为供应链的原因而涨价 二是美国大规模释放美元 从去年美国疫情开始 告拜登上任后的头两个月 美国政府释放了5万多亿美元的流动性 加上之前释放的规模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 美国释放了7、8万亿美元 这些钱主要进入了美国的资本市场 大宗商品市场和消费市场 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提升了美国的机构融资能力 这可以加速美国释放的流动性 向各个领域进行流动性分配 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美国人的购买力 进入大宗商品市场 美国市场主体为主的投机机构 通过炒作大幅提升了初级产品的价格 中国的电荒一定程度上受到煤炭短缺影响 美元释放流动性过多的市场炒作 也是原因之一 还有其他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也直接推高了CPI指数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三是美国大笔给消费者发钱刺激购买力 这加剧了全球商品的短缺 同时也刺激了美国和全球物价指数的上涨 还刺激了国际物流价格的上涨 其中海运费增幅高达5倍到10倍 美国港口出现了严重拥堵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 上述三个因素会改变吗 第一项 新冠疫情破坏的供应链 未来短期内是否可以修复 答案是否定的 现在全球疫情显然还处于失控之中 一方面当前还未到冬天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 另一方面新的毒株可能正在出现 10月19日 英国政府宣布正在密切关注 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新变种毒株 目前英国6%新增病例感染的是这种新毒株 研究人员正加紧调查该变种的传染力以及抗疫苗性 现在英国新冠每天确诊超过10万例 面对新一轮疫情 英国政府20日已经表示 不打算实行更严格的防疫病计划 这也就意味着英国刚刚发现的新毒株 一旦证明毒性和传染性进一步增强 那么将很快扩散到全世界 新一轮疫情爆发就可能再度出现 我们不要忘了过去两次病毒变异的扩散 都与英国有关 不能排除英国会是新一轮病毒大扩散的源头 基于上述现实 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 新冠疫情未来可预期的时间内 将依然会对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力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我们再看第二个因素 美元会继续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CPI虽然高企 但在一年多时间里 释放了五六万亿美元的情况下 美国和全球好像都开始适应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美国停止释放流动性 美国经济就会熄火 而且美国市场失去了购买力 也意味着会出现更加恶性的通胀问题和民生问题 显而易见 美国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所以确立新的债务上限 继续释放流动性是必然的结果 美国财长耶伦甚至提出不设债务上限 所谓不设债务上限 就是无限发债 无限发债的意思就是 永不还债 因此接下来美联储只会更大规模的释放流动性 而不会停止下来 美国经济就剩下这一个大招了 拜登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只有不停的摇晃 美国货币霸权的摇钱数了 至于拼命摇的后果 没有人知道 所以 美联储继续释放流动性 给通胀带来的压力 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更大 那么 美国还会继续给美国消费者发钱吗 只要美国的炸物上限打开了 这一动作是必然的 现在美国的消费能力很大程度上 就是靠美国政府发钱来实现了 上述三个导致通胀的最重要因素都呈现恶化趋势 全球通胀压力是可以预见的 通胀压力大 物资供应不够 全球未来将出现抢夺物资的情况 大国博弈 局部冲突将会加剧 最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为什么上蹿下跳 又是对联合国武偿 又要准备驱逐十国外交人员 除了表面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之外 根本原因之一 就是土耳其出现了20%的通胀率 内部经济快捂住了 埃尔多安政府只能通过向外转嫁内部矛盾 因此我认为土耳其未来一段时间是中东地区的最不稳定因素 中东地区冲突必然加剧 最近希腊和土耳其正在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埃尔多安试图在中东北非搞事情 全球通胀压力加剧 那么中国作为全球受疫情最小 生产力最强大的国家情况怎么样了呢 据海关统计 中国前三季度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33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22.7% 从季度看 进出口规模逐渐抬升 增速逐步有所回落 中国三季度外贸增速回落 除了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存在基数因素外 就是三季度我国确定的情况开始凸显 拉闸限电情况非常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国际上有订单也吃不下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全球最重要的 商品输出国的输出能力也受到限制后 全球的通胀压力是不是会进一步增加 当然 中国现在的通胀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从环比看 CPI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品 其中 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0.8% 转为下降0.7% 影响CPI下降约0.12% 食品中 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 价格分别下降5.1%和2.5% 降幅比上月均有扩大 虽然我们防输入通胀做得还不错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全球现实的通胀压力在那摆着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中美经贸谈判在恢复 美国渴望中国向美国输送更多商品 以帮助美国平抑物价 美国政府会在未来以更快的速度 降低特朗普政府之前强加给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 中美经贸在未来不但不会脱钩 还会进一步增强 我们为什么不减少对美国的出口 两大原因 一 从经济视角看 向美国出口对中国是有利的 为什么要减少 可能有人会说 美元印钞买我们的东西 我们怎么就得力了 答案很简单 美元依然是全球最强大的货币 美元可以购买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 美元交易成本最低 最为便利 最硬通的货币 我们为什么不要 而且经济循环最怕的就是经济流转停滞 在全球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我们的经济循环越顺畅 越迅速对我们是越有利的 二 从战略视角看 若非迫不得已 我们不可 能与世界第一强国为敌 我们国家所有对美国反击 都是有限度的反击 目的就是不要把中美矛盾 变成全球矛盾的最核心 我们国家没有必要主动 与世界第一强国搞对抗 真的对抗起来 美国拥有全球霸权 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 它要大力切断全球与中国的供应链 我们得花多大成本维护 如果真的那样 全球经济必然崩溃 全球必然战火绵绵 大家的日子肯定都会更难过 所以中国不可能特意切断 与美国的联系 也会更难过 那就是有限度的 我们不可能特意的 因为这个维护 我们不可能特意的